明天就是新的一年开始了 2019年的元旦到来 我祝愿大家身心慷慨 万素季祥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 有新的发展 新的成就 取得更大的豐富成果 更期盼大家在各族的岗位上 能够爱感敬业 诚实守信 终极守法 用自己的私自行动 慈悲和智慧的行为 为我们国家降成小康社会 施向两个一百年 和中国梦 为国家的民族团结 祖国统一 乃至和谐社会的建设 贡献我们福教徒的力量和智慧 谢谢大家 祝愿最多的事 谢谢大家 这下必须有路 冬去秋来 妈妈健身 应当高了 祝大家平安快乐 六十几千 五十五万 在生年来到来 希望世界有平 家家幸福 大手健康 日益吉祥 大家平安吉祥 这是我自己吉祥 大家健康 不是我自己健康 现在其实都 这人在西区上 是按照佛教 路过一样的 生年快乐 如意 万事则也 按照佛讲的 你去去做 那就有保佑了 你按照佛讲的 去做到了 就好了 大家年年有余 多多念佛 万事如意皆强 时光匆匆 岁月如梭 在2019新年到来之际 恭祝各位 在新的一年里 既往开来 工作顺利 家庭幸福 六十吉祥 阿弥陀佛 2018年即将过去 我们也将迎来2019年 在全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修学佛法 也希望我们能够社会和谐 国家安乐 也希望每个人在佛法的修学之下 能够步步增上 断除烦恼 获得智慧